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能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 都希望男人能够一生一世爱自己 都希望夫妻两人的婚姻生活能够长长久久顺顺利利 不过到你们该结婚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保证她是爱你的 毕竟终生大事非常重要 以下这三点女人要注意了 如果发生了这三种情况 那可能说明她不怎么爱你 你还是趁早放手吧 第一点男人不主动提结婚 你提了之后她无动于衷 你们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 本来应该谈婚论嫁了 可是男人根本就不提这事 你要是主动提出来结婚 男人却无动于衷 其实他可能根本就没打算跟你结婚 也许你不值得嫁给他 就算你感觉他很爱你 对于结婚只是一时没准备好 可以等等 但你要是也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觉得可以等等 那还好 可如果你很渴望结婚 他却一点都不渴望 那你不觉得他很耽误你吗 一般来说 都是男人先开口提结婚 这说明他已经慎重的考虑了 他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他真的很在乎你 然而他要是根本不提结婚 不会主动 对结婚这方面一脸的无所谓 很是淡定 这可能说明他不是以结婚为目的 没想要和你永远的在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 还是劝你离开他吧 别被他耽误了青春 第二点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不会主动联系你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男人根本就不着急 不会想你 不会主动联系你 只有你主动的联系他 而他只是简单的跟你寒暄几句 虽然也会问候你 只是你应该也能感受到 他对你表达了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点敷衍的感觉 你有感觉到他对你的爱意吗 他如果这样 八成是他根本就不怎么在乎你 对你的爱很少很少 不知哪天就没有了 男人如果非常在意你的话 你不在他身边的那期间 他会很想你 一有时间 就会给你打电话或发微信 每天早晨起来问候你 关心你 起床了吗 吃饭了吗 今天准备干什么呀 或者每天晚上睡觉前 跟你打一封电话 就想听听你的声音 跟你聊很久 谈工作的心得 谈一天中的乐趣等等 有聊不完的话题 你是不是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这才是真正的在乎你 爱你 所以说如果男人不会主动联系你的话 对这种男人还是趁着离开的好 第三点 你无意中与某位异性朋友走得近了些 他不会吃醋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一个男人要是很爱你的话 你与其他异性走得近了些 男人就会本能的很吃醋 对你说一些莫名的话 或者有一些莫名的举动 耍一点小脾气 他可能会对你说 你是我女朋友 我不允许你与别的男人走得近 关系好也不行 也许那个男人对你有意思呢 你离他远点 或者总是小心翼翼的 在意你跟其他异性说的话 总之他很紧张你 这说明他很在乎你 很爱你 可如果你跟其他异性走得近时 你的男人根本就没反应 一点都不在意 不会吃醋 爱情通常能够让男人的 再有欲很强 可他根本就不在意 你跟其他异性的接触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 他心里没有你 你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了